上香祈福 众人一起掀开红布 象征开敬大吉 全新台语生活情感剧 在台南举行开敬仪式 集结华丽的卡丝 除了有老戏古杨烈 还有安欣雅 钟晨汉 依正梁家荣等实力派演员 年轻演员挑战台语剧 这回换勤练过台语的安欣雅 当起学姐 加油啊 我受训过六个月了 而前辈们则是老神在在 其实没关系 那个导演非常的喜欢教 所以以前我台语讲不好的时候 我就一通电话打给导演 对对对 马上就教 而且导演教的台语 都是非常道地的人 我跟导演是20年前合作的家 所以20年后在演 然后那个时候我讲的是国语 然后我不会讲台语也不会听 所以导演这次就问 梁家荣你干吗要讲台语 我说现在要 要听 要讲 这部新戏剧是由擅长描绘小人物大故事 并以戏剧来记录台湾历史文化金钟编剧导演李岳峰原创发赏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导演的时候 我觉得导演是一个非常会说故事的导演 然后我形容他就像是一本流动的故事书 我是用这种比较慢的步骤 来演出过去的旧社会 那个人情味 金钟编剧导演在一句作 如何呈现人生悲欢离合的故事 演员们又会擦出什么火花 让人期待 华氏新闻刘翰生台南报道 哈喽 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